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辈美食频道 今天做一道蒜蓉蘑菇 准备了蘑菇 还有大蒜 大蒜一部分切片 一部分切的是末 分两次下去 先倒入蘑菇做的橄榄油 这个橄榄油非常香 本身就有一股蘑菇的香味 锅烧热 放点橄榄油 然后开小火 先放一些蒜片 炸炸香味出来 我喜欢先把这点蒜片煎一煎有香味 起点变色 这样蒜片的香味出来了 有一点点变色 这时候倒入蘑菇翻炒 先翻炒一下 再加个黄油 切入一块黄油 切入一块黄油 开小火 慢慢炒 把黄油炒 把黄油炒掉 黄油炒掉 好了黄油化掉了 然后开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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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不停地晃动 不停地翻动 把蘑菇慢慢炒到变色 现在蘑菇已经开始慢慢变色了 然后再加入第二次蒜 小白菜 黄油炒 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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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差不多了,可以起鍋了 然後 放點小青豆,膠色 再點點蔥花 再放些鹽,可以起鍋了 這樣蒜蓉裡面有兩種,開始是煎的蒜蓉香味 顏色深,後面的蒜放進去前 這道菜做好了 一道飄著蒜蓉香味的蒜蓉蘑菇做好了 好,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觀看